音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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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先講的名稱好了 我們叫Reading Bar 就是一個像吧台一樣的 但是呢 又給了一個本土的名字 就是大家來讀書吧 讀書沒有那麼沉重 隨時可以讀書 隨手可以拿到書來讀 隨處可以閱讀 其實就是這樣的一個很隨性 但很自由的一種方式 讓大家享受閱讀的樂趣 我們應該要把閱讀的 這樣的樂趣找回來 不要把閱讀 當成是那麼沉重的事情 所以希望它非常非常的方便 那這個idea呢 其實在國外都有啊 像像紐約 有一個非常可愛的 像一個圓筒狀的一個呢 小小的叫做 那我們其實也是從這個概念來引聲 我們希望呢 到處都可以閱讀 那至於這個設計本身也很可愛 因為它像個燈泡 愛迪生 它發明了燈泡 可燈泡又代表 Light Up 可以打電量 所以我們希望閱讀能夠照亮這個城市 而且因為閱讀 可以讓我們開智慧 也可以讓我們呢 經常有些新的idea 新的創意 1月29號以後 您在這些地點 都可以看到舞台前方 這兩座ready bar 獨色bar 在裡頭有相當相當多的書本 等待您來翻閱 讓我們豐富閱讀生活 也開啟我們 不一樣的人生視野 我們希望所有的市民朋友 能夠建立一個閱讀的習慣 台中市作為一個文化城 我想每一個人對閱讀呢 都應該是好好來提升 那這個活動 這樣的一個概念 其實在全國可以算是首創的 因為以前我們想到的時候 讀書可能都要想到圖書館 事實上能不能隨時讀書 處處讀書 所以我們在很多 大家人群會到的地方 設立這樣一個很簡單的小小的bar 然後你隨手都可以拿到書來閱讀 那你看完之後再放回去 所以它非常方便 那目前所規劃出來的五個點 包括台鐵的烏日新站 包括在航空站 那很多人要去出國啦去搭車啦 可能還有空餘的半小時一小時 就可以馬上閱讀一下 那另外還有 除了我們中山堂之外 還有綠岩道 那麼經典綠岩道也好 還有成品綠岩道 那邊也都是很多人群聚集的 甚至有很多到了假日的時候 媽媽帶著孩子 爸爸帶著孩子 出來逛街 或者出來享受陽光的時候 隨手可以坐下來拿一本書來看 所以我想這樣的一個習慣的養成 是很重要的 我們也希望由我們所有的大人 喜歡閱讀來帶動孩子們閱讀 三 二 一 起 起動 現在閱讀讓城市亮起來 大家早安 早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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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晚 早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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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